之后啊,这个障碍之间会不会出现大密集的动乱 请这个洛杉加索预测一下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在未来的时间里 好,这是江苏的许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位 待会请加索来一并回答 下一位是北京的观众朱先生 朱先生您好 北京的朱先生还在先生吗 请讲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刚才那个嘉宾也回答了 就是有关于那个西藏啊 这个以前的社会形态啊 但是就是说 以前的社会跟中国内地的这个社会制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土地啊 这些是租出去啊 就是西藏以前是这个庄园经济嘛 庄园经济的话 基本上也是要把土地租给其他人去 那中国现在把这个说成是百万农奴 那清末啊 或者这些也没有典型成这个农奴社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不同的点在哪里 请问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死刑犯了 以前什么挖眼睛 这个事情也是 那那时候一直到清朝 一直到民国时期 还有很多砍头大头啊 什么林池啊 这些都有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枪毙的人 比全世界总和还多一半 多是吧 超过一半 北京的朱先生 您的观念我们已经填清楚了 刚才是接了两位 江苏的朱先生 还有北京的朱先生 江苏的徐先生 北京的朱先生 是的 59年的西藏的系统啊 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从表面上来讲呢 那如果用英语来说的话 那也是跟欧洲中世纪用的那个词 那么如果当时西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体 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在农业这个领域工作 那么在过去西藏政府 就是控制了土地 那是西藏政府把这些土地租给个人 租给他们 就是那些西藏人个人没有拥有这些土地 那么那些村庄 村庄里的人 有一些义务要来耕种这些土地 他们从政府手中租这些土地呢 他们必须要向中央政府 就是拉萨的这个中央政府要付税 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人造的这种系统 肯定不是完美的 在很多情况下 但是它却是有效的 不管是种土地的人 他们也为自己的劳动得到了足够的补偿 那么他们也向拉萨政府付税 那么这其实是因为人为的系统 它有的时候会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农民呢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说人们对于中央的 这个拉萨中央的政府有一些冲突等等 我没有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那么 但是 现在五十年以后呢 人们现在到处都有抗议 也在显示现在的这个系统 可能不是人们所想要的 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当达赖喇嘛在五十年代 与毛主席见面的时候 他花了几个月在中国 他对于社会主义其实很感兴趣的 就是中国想要来在当时建立的经济这个系统 他是很感兴趣的 他回到西藏以后 他也是希望发生一些改变 在他的政治系统上 经济系统上发生一些改变 但不幸的是 在五九年以后 他必须要离开西藏 之后他就接受到了西方和印度的民主 在六十年代早期 他决定要来推进一种民主的系统 就是在流亡的藏人社区中 推广这种民主系统 民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最好的这种情况下 条件下 民主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那么在流亡社区中 他们的资源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说推广民主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里面的许多人 他们也是教育程度不高 也没有办法做到民主 在过去五十年中 那么到现在为止 流亡社区中的藏人 觉得 他们觉得这一系统虽然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受到负权了 所以是需要改进 需要人们更多的参与 在未来 达兰阿玛去世以后 我觉得这个系统 可以自然地产生一个领导人 给就是在流亡社区中 产生一个领导人 然后也可以表达在西藏的那些藏人的意见 加副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刚才的一些讨论 多半都是集中在谈论西藏的过去 现在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西藏的现在 特别是您作为一个画家 我刚才提到 作为一个画家 作为一个流亡藏人 对现在西藏的一些看法 今天我也请导播准备了您四幅画的照片 我们现在就请导播 把您这四幅画的照片 打在屏幕上 你讲一下 这些有些画 因为我本人 这不是艺术方面没有天赋 有些画我看不太懂 请您简单地给讲述一下 您的这些画是什么寓意 第一幅画 是一个毯子 一匹马 这幅画呢 我给它取名 叫做 是乌鸦的一个新寨坛 这是我早期的一个记忆 可能也是 我在对于西藏的唯一的一个记忆 四五岁的时候 当时我的祖父有一个黑 有一匹黑马 他非常喜欢马 他当时有一匹马 他叫做Brock 那个在藏语中就是乌鸦的意思 那么那匹马 毛色非常的亮 非常的漂亮 我的祖父非常喜欢这匹马 当他离开西藏的时候 在1959年离开西藏的时候 那么在西藏当时是发生了战争 那么当时有很多的悲剧 家人离散 那我的祖父也很想念这匹马 那么我呢就想纪念这匹马 所以给了他一个新的毯子 好 我们现在请导播切到第二幅画 好像是一个女孩在凝望 这样的一幅画 她的名字叫Tara的凝望 Tara在藏语中 也是一个佛教中的一个女神 那么她是观音的眼泪变成的 因为观音看到世界上的 受苦受难的大众 所以她就哭了 那么Tara就从她的眼泪中化身了 所以这在西藏中 在西藏她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神 他们觉得达赖喇嘛也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这位女神呢 就是表达了一种 无条件的对人类的关爱 我也用传统的画法 那么当时这种几何是非常精确的 传统画法中几何是精确的